她們 我就說可恨修餐廳 哈囉哈囉 大家好 請大家稍等一下喔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邀請 非常厲害的嘉賓來參加我們的直播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次直播的主題就是 L RUN 風格路跑是2022年的喔 所以大家知道要做什麼事了嗎 趕快先去搜尋 搜尋2022的L RUN風格路跑 因為現在正在熱戀暴民當中 等等會邀請三位嘉賓來跟我們分享這次 有跟L RUN相關的Green的主題 也就是環保 那跟Green有關的話 就除了環保之外呢 也跟吃素有關 所以等一下的來賓都跟吃素有關喔 大家有猜得到是誰了嗎 我們前幾天有做宣傳 嗨 我們第一位嘉賓來了 嗨 哈囉 聽我的聲音嗎 有 聽到囉 清楚嗎 很清楚 那我們第一位嘉賓就是這一次 他應該算是首度啦 我們L首度跟無肉市集首度 我們特別在L RUN的現場 邀請了無肉市集 來跟大家分享無肉的理念 那他也會在現場有一個攤販 要準備一千份餐點給大家吃 而且都是無肉的 欸 有另一組來賓來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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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不要 我們先等最後一位有在請大家各自自我介紹喔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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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剪頭髮了 誰 你啊 那個Chalking 我啊 沒有啊 我本來就 我平常都這樣 喔 難怪難怪 我今天盛裝打扮 真的盛裝欸 因為我之前也看到你都戴著口罩 我之前也看到我皮頭散打 你剛剛一出場 我覺得好像某位女藝人 我要出道了 蛤 妳要去哪裡出道 很像蔡劍牙啦 自己出道 自己出道 蔡劍牙 蔡劍牙來首歌幫 算不上 那我等一下唱完之後 可能這282位都會退出喔 太棒了 現在全員到齊了 那我就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這次 還有讓我風格路跑的小編 我叫Roy 那我們就依序請 右上角 左下角 右下角 來各自自我介紹 來我們先歡迎Chelsea來自我介紹 請問你是來自於哪裡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無肉世杰創辦的Chelsea 嗨 嗨 很簡短 很簡短 我來自於台中 喔 你在台中 對 我住台中 我跟 謝謝來自Chelsea的 來自無肉的Chelsea 目前正在台中 我們請找蔬食 自我介紹一下 嗨 嗨 我們是找蔬食 我是Hao 我是楊 對 我們是在做那個YouTube頻道 介紹很多蔬食 跟那個提倡環保 對 然後我們也住在台中 昨天地震搖得很晃在台中 嚇死了 嚇死了 你住台中很大欸 很恐怖 超大 超大 休息也是13樓 好大 本來在19樓 嚇死了 嚇到不行 嚇到不行 好 我們還因為地震 然後 把大搖醒之後 我跟浩子還在線上聊天 互相撫慰心靈 睡不著 靠面 睡不著了 睡不著了 太可怕了 好 我們請 搭配一自我介紹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那個 人見人愛 花見花開 全體明星 吃素兩年 謝謝大家 哈哈 兩年欸 比我糗 哈哈 我吃素就是因為 呃 他現在是在我右下角 不知道在大家的哪一個方位 就是因為Chelsea 他真的 喔 你吃素 對 我吃 你吃素是因為Chelsea 呃 就是因為他帶我吃了 人生第一餐 我覺得 從來沒想過 就是 素食可以這麼好吃的一間餐廳 然後我就發現說 欸 其實 好像吃素很簡單啊 就持續下去到現在 那你知道我吃 大家知道 我吃素是因為誰嗎 有人在乎嗎 嗯 我不知道 我在乎 你趕快說 我吃素是因為找蔬食 喔 我是認真的 因為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在去年四月多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訪問過你 因為Podcast 也是在講素食這個議題 那當時就是聽完你們講完之後 我就開始 我先一三五吃素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欸 好像可以慢慢調適 然後也覺得 身體的感覺很好 我就開始 現在是Vegan 哇 欸 剛剛 很有榮幸喔 他的狗超可愛的 真的喔 那大家真的 現在在場的呢 其實都是 剛剛我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一次 L Round的主題是環保 那為什麼會跟素食有關呢 我覺得等一下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分享 我們為什麼吃素的人 會覺得 跟環保是息息相關的 好 那剛剛大家打招呼完了 也歡迎烏肉 Chelsea 小素食和大沛 那我先介紹一下 今年的六月十八號 今年六月十八號呢 2022的L Round風格部 跑期間在大家 河濱公園要舉行 那大沛會 會來現場嗎 對不對 我希望我可以 那個班 班表來 可是只要沒有工作 會去現場大鬧一波 等你等到 這一次L Round的主題啊 可以看到我的 這次衣服就是這一件 那他的主題就是go green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強調的就是 你路跑呢 其實除了就是 運動嘛 健康升級好 那我們這次也跟環保其實相關 像我身上的這一件衣服 它其實就是用環保材質做 它是回收的沙線 但它其實非常的透氣 所以我們這次很強調的是 這個東西 那這邊都很多禮物啦 都會跟一些素食相關 欸 變得好灰喔 因為透綠色 反而是綠色的 它也是綠色的 對對對 有有有有 對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這一次 報名路跑的有一些禮物 我等一下會一一給大家看 好 那6月18號 要讓我公開的話 大家等一下可以去搜尋 然後報名參加 那這一次很不一樣的 等一下我打得差 小楊看起來很哀愁喔 哈哈哈哈 他進那個濾鏡嗎 小楊它進那個濾鏡嗎 不是 因為我們被強迫到這個濾鏡阿 哈哈哈哈哈哈 很哀愁 那個比較好 做常的哀愁嗎 哈哈哈哈 -好,換個 -好好好,很可愛 -好,那我繼續講囉 這一次我們因為非常重視環境嘛 所以run for green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了無肉市集 那至於這個機緣 我覺得非常的奇妙 我覺得也可以請Chelsea來跟大家講 我們是怎麼簽上線的? -喔,我那時候 那時候剛好我去靜坐 然後一靜坐完之後 我就收到El的那個私訊 然後就邀約我 對,然後我說 是我去靜坐 然後清磁場之後得到了好處嗎? 就是竟然可以抓到一個這麼棒的邀約 -對,要趕快打坐 對,然後想說我有沒有看錯 我是不是收錯的訊息 但是就覺得很興奮 然後也很感動 我覺得感動的那個部分是 竟然就是在 因為我們以往推述 大家知道就是都是在一個非常 就是自己舒適圈的狀態在推述 可是這次可以就是讓一個這麼國際知名的品牌 然後一起來邀約了我們一個小小的品牌 對於我們團隊來講 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榮幸 然後而且更得知到說 El這次的路跑理念 我覺得是非常的強大的 就是它是以人類跟環境的關係為一個出發點 對,然後它扣住了我們在 對於這個生命上面的一個重視 還有透過這次的植物性飲食 可以讓大家去漸漸喜歡上素食 可能看到說哇,就是素食跟我以前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不是清燙掛麵 也不是那種路邊街邊小吃的 就是可能吃的也不會薄 或是說就是 那種肉味的那種料理 對,就是你看到你不會覺得 喔,這是好平凡的樹喔 這樣子 就是我們希望透過這一場的活動跟這一場的合作 可以讓大家重新定義對於素食跟無肉這件事情 對於我們的生活來說 它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也可以透過無肉 我們共同一起來守護這個地球 所以這次的餐點我們完全 我們是完全重新挑戰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挑戰的一個活動 因為以往大家對無肉市裡的認知 就是我們就是一個市集 可能就是哇,上擺攤 然後大家可以吃吃喝喝 但這次完全是以早餐 早安餐盒的方式 然後一千份裡面 早安裡面會有 應該說有區分不同的餐盒 裡面的內容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在跑完之後 拿到的每一份餐點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可能就是 對 所以可能就是 我怕你可能會跑第一個欸 哈哈 我們這一次的餐盒啊 真的只有在Low Round才吃得到 所以大家 真的真的 而且我們準備了一千份非常多 而且雖然說不是每個人都吃得到 但是你只要趕快報名你就會有機會 因為我們會從所有報名的跑者裡面 我們會抽出一千位 那這一千位我們會在之後會在L的FB公布 是誰這麼幸運得到了無肉獨家跟L一起的餐盒 然後我們除了在LFB公布之外 我們還會寄信給這一些報名的跑者 所以大家之後如果你們已經報名了 你們信箱一定要舔 對 真的不要亂舔 一不然你就會 你就會喪失掉吃 很好吃素食的機會 對 而且還有就是現場 因為天氣熱 所以我們就是因為 因我們主持人Roy的要求 他想要吃冰淇淋 所以我們這次還找了冰淇淋 現場挖給大家吃 早餐吃冰淇淋 這樣還會這個 好寒喔 不會就是因為跑完了很開心 然後大家天氣也很熱 所以基本上那個餐盒裡面的設計 就是會有各個品牌一起來做 做一個不太一樣的組合 對 那冰淇淋跟飲料就是大家如果都會想吃 或是你們覺得 欸我想要去嘗試看看 怎麼樣一個純素無蛋無奶 可以做出一個 對身體很健康的冰淇淋 對我覺得這件事 這件事也非常的重要 就是除了這個挑戰之外 大家一定要趕快去報 如果沒有報到的話 真的會吃不到這個餐盒 我會覺得很可惜 因為這畢竟是我們 除了市集以外的第一次的挑戰 然後包括這次的餐盒 我們也完全是挑戰一個 完全是可以永續的盒子 來盛裝這次的早餐 所以那個餐盒還可以帶回家 還可以帶回家 這一次主要講環保嘛 所以我們也會盡量的去想要提醒來參加的人 你除了就是來參加路跑 像我們這些都是一些環保的材質之外 你平常還可以做什麼 如何減少一次性的垃圾 所以那個餐盒其實也是 無肉非常用心要提供給大家 然後希望你們在吃完這個東西之後 把這個餐盒帶回家 可以持續的不停的使用 那我突然想到 因為剛剛我特別問到就是為什麼會吃素 因為大沛有說是因為Chelsea吃素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之間的緣分 這是什麼樣的故事啊 其實我從開始水下30米 就是潛水的外景節目之後 真正潛在海底 然後全世界各地每一個水下世界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特色 包含海水的顏色啊地景啊 那個就是是石頭還是沙岩啊 還是有山壁啊還是什麼的 都有各自的特色 可是只有有一個是共同的特點 就是海沸 海中的垃圾是完全在每一個地方 你是無法避免到它的 然後甚至是我們台灣的東北島 其實有非常多的漁船進出 是有大量的漁網在水下的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很有感 所以開始推行大家無塑生活 就是你帶餐盒帶杯子 不要就是因為方便 而用那麼多一次性的垃圾 盛裝你要吃的東西喝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在推這個 可是也一直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好我也看到了那些數據啊 說養豬啊養牛啊 欸這是有這個禮物是不是 有這個水瓶 有這個杯子 報名 因為你剛好特別有講說杯子嘛 我們要隨身帶水壺 這個是這次L round會出的水壺 如果你抱你 超漂亮 重複使用 要重複使用 對啊 對要重複使用 然後那時候其實有其實是吃素 然後他就是以前就偶爾就會勤勒一下 他就會說你那麼愛地球 可是你就是如果開始不吃素 你會減少多少的碳排 然後我就說啊OK好要知道 這就真的都沒有感覺 我覺得當有一個推力推你的時候 他可能是一個很簡單的理由 他不是這個多元大的事情 就是素食很好吃 素食也很好吃 其實這個東西讓我覺得我並不孤獨啦 對所以開始吃素之後 Chelsea就一隻狂寄食物給我 才認識到台灣吃這個環境有多幸福 找素食應該就知道啊 他們都能到處探索 很好吃的素食 其實就 城市找素嘛 對城市找素 對 我是貼粉 對啊 所以所以其實 我覺得台灣吃素環境 尤其這幾年真的是 那高速發展 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大家也不用覺得 啊吃素要吃什麼 其實剛開始吃素一定會有這種感覺 會會 找到你的核心 找到你的理念 其實這個素真的沒有那麼遙遠 並不太偉大 它就是一個 年的實踐 那你們的核心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吃素的人 都有一個理念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 啊好難 想吃和牛 想吃龍蝦 想吃什麼鮭魚 可是我覺得這個理念很重要 因為其實也不少問過我一樣的問題 只要有這個理念 其實再難的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好難好難 但對我來說 這就是一個生活 所以我也很好奇 你們吃素的理念是什麼 因為就像喜歡路跑的人一樣 他們有路跑的理念 我還是要再治療一下 呵呵呵 吃素的理念呢 如果說好我們先請浩跟羊講好了 吃素的理念你們會是什麼 那個核心價值 一直推動你們的 他的話一開始是因為愛 哎呀 因為你嘛 我殺了我 我殺了 哎呀 真的太閃了 我們就先超過 但現在現在的話我覺得 理念應該可以用一句話帶過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 盡量的對地球跟動物都更好 對 所以我們不管是消費選擇 或飲食上面的選擇 都 對 都盡力做到我們剛剛講的那句話 嗯 嗯 那大佩呢 你的理念是什麼核心 我也是環境欸 就真的 真的 環境 愛地球 嗯 很多人會問我說 啊 你是藝人 你是不是為了 許願吃素 希望事業更好 我其實覺得 這個如果是 大家如果有相信 它就是一個附加的價值 它是一個一個plus 但是我的核心 就是環境 就是為了環境 然後說碳排啊 還有大家如果看到那個 紀錄片海洋陰謀 你應該 每個人看到都蠻有感的 不管看啦 可是我就已經不吃了 所以 我就會覺得 如果任何一點點的東西 可以影響到大家 那種的 棒很棒的事情 嗯 嗯 那Chelsea呢 我好像每個階段都不太一樣 就是 每一開始吃素是 好像就是大家呼口號 就是吃素環保救地球 然後就被這個洗腦 然後說 哦好 我就是吃素環保救地球 這樣 嗯 然後後來慢慢就是了解 欸 我原來我在吃素 這個過程當中 也讓環境更好 然後讓很多動物 它不會被傷害 可能就是我掃一餐素食 掃兩餐掃三餐 到每一年爐素 每一天爐素的過程當中 我可以讓很多動物不被傷害 包括說 高速公路上很多 呃 可能雞啊 或是牛 常常被載著去屠宰場 我就會覺得說 哦 我就是為他們在努力 我為他們 對 不再被傷害努力 這是我 我認為我應該做的 那後來因為有了小孩子 我就覺得 欸 我應該為了我下一代 有一個更美好的環境 然後 而不是一個留下我們破壞的環境 讓他們去收拾 然後讓他們去面對跟挑戰 欸 因為我的孩子 我想說有一天 如果我活不到50歲60歲 那這個地球變得這麼糟 或者說 啊 變成像戰爭 疫情 然後等等很多的負面的一個狀態 要讓他們去面對的話 那可能身為一個母親的我 我會覺得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嘿 因為現在的狀態會比較是以生命這個出發點 就是我肚子裡面的孩子也是生命 那雞的的就是baby的蛋也是生命 那很多牛啊羊啊 他們的baby也是生命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樣的邏輯 就是我為他們努力 也在為我自己的孩子努力 就是我們共同來為下一代 跟為這個環境去努力這樣子 而且你要生第二胎了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我要更努力啊 哈囉 這個媽媽 幹嘛不停停 對 我就覺得我要做到最後一刻 甚至在生產前一刻 我就覺得我們都還是要去祝福這個世界 祝福每一個生命 真的就是我自始以來 有史以來 我覺得是最大的一個 一個使命跟共感的感受這樣子 嗯 因為其實我這樣聽下來啊 大家的核心理念其實都蠻像 其實就是為了環保地球 跟地球上面的生命嘛 那其實很多人會搞不清楚 吃素道你跟環保有什麼關係 那跟路跑又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覺得可以用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跟大家解釋就是 因為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時候就是訪問 浩跟藥之後 他們就跟我講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你吃一個漢堡 可以耗掉多少的水資源 他講了那個數字的時候 我真的嚇到 原來我麥當勞吃了一個漢堡 我耗掉那麼多的水資源 所以如果從我自己做起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對這個世界更好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吃素只是啊 你們不殺生 那你們幹嘛吃植物 幹嘛要吃菜 菜也有生命 但是其實我覺得要講的是 其實你不管是吃肉或吃素 都沒有什麼不對 只是大家的選擇方式 而是我們選擇用更好的方式 來對待這個地球 跟對待這個地球上面所有的生物 我覺得大家都是啊 所以其實這次我們為什麼 L會這麼想要強調 Go for green這一件事 One for green這一件事 其實也是一直以來在時尚產業 那也是看到了很多的現象 那我們在想說 L可以在這個社會給大家 創造什麼樣的正面影響力 那我們想說我們先有一場路跑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可以靠自己的行動 而完成 那你如果報名了 L的RUN L RUN風格路跑 很像報名一千個人 還一百個人 我們就會種下一棵樹 是幾個人 我等一下請確認一下 我們會種一棵樹 所以越多人來報名 我們就會種更多的樹 十個人 我們就會種一棵樹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理念 所以我覺得 以時尚產業來說 我們願意來做這件事情 很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所以 大家 報名只到5月10號哦 大家一定要一起來報名 然後剛剛一直有人說 L RUN很想要看到 大沛跟找舒適一起來現場 你不要走 來啦 有啊 一定一定一定盡力到場 我更想看他們跑 我跑不到呢 啊 在許願嗎 看到他們沒什麼了不起 但是看到他們跑 就是最棒的 看我們跑 跟我們說 哈哈哈哈 浩跟雅耀要來跑嗎 我們會啊 如果可以 你要來跑嗎 跑步的跑哦 對跑 對跑 跑嗎 我5K 太餓了 然後他要挑戰10K 哇 跟10K 對有5K跟10K 我們就在5K跟10K 那我們5K跟10K的獎牌也不一樣 這一個是 對 因為有一個 這個是5K的 這一個銀色是5K 然後他呢 很厲害的是 它是一個開平器 所以他可以 對他可以這樣你看給大家看 這樣有清楚嗎 現場會有啤酒嗎 現場不會有啤酒 可是你可以帶 我帶給你 哈哈哈 然後這個是10K的 他們就是擦在袋子上面 顏色不一樣 然後這個顏色好像也稍微 嗯一樣 哈哈哈 10K 有人說 有人說會看到Chelsea跑嗎 哈哈哈哈 你不要逼一個 因為應該是失誤了吧 那個失誤了 失誤打錯字了 那是我的顏色 所以你報名 不管是5K 10K 都會有這個 這一個的 這叫什麼 獎牌 這個獎牌 那剛剛我還有背一個東西嘛 這個是醫保袋 它就是一個環保袋 所以這個只有10K才有 所以楊已經有了 哇 它這個就可以讓你放當天啊 就是你在現場可以放 很多你充滿愛的無肉的餐盒啊 或者是我們現場一些給你的鼓勵 都可以全部放進去 它容量很大啦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 換石的衣物啊 全部放進去 好這個10K才有 各位 好 廣告結束 我們繼續回到吃素的話題 所以線上的朋友 大家一定要報10K啊 對啊 10K比較划算啦 而且很快 看一下又沒了 對不對 對沒錯 所以大家和平公園的風景很好 可以配我幫你報10K 禮物我幫你拿 上次也是報10K啊 禮物幫你拿 給 報的話給你 哈哈哈 但是我要 哈哈哈 好那我們 我今天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今天突然變冷 又下雨 如果現在問你們 最想要吃 一間素食料理 你們會推薦給 現在正在看直播的網友 你們想要推薦哪一間 好54 好好來請回答 我想要 Hao跟Chelsea之前 一直在PO的一個素的薑母鴨 我還沒吃過 喔 喔 對 它整個昏轉素 嗯 那間我也想去 好吃 欸那間真的很適合今天吃欸 對 非常 素的薑母鴨 大家一定是很傻眼 怎麼可能會有素的薑母鴨 不要傻眼就是有素的 而且很好吃 很好吃 那今天真的是 讓很多 婚食者都很喜歡 而且老闆的理念非常的好 對 他 他就是完全一氣之間就轉素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帶好多朋友去 去吃 他雖然看起來是一個 非常沒有裝潢的店 可是 就是他們的 對 他們的熱情跟他們的餐點 就是我覺得很 很用心 一定要去吃台中 對 喔原來 麻油 在吃麻油菇 麻油猴頭菇麵線 天啊 好適合這個天氣喔 喔對 好想吃喔 想吃火鍋類的 那Chelsea你有想要推薦什麼嗎 現在 此時此刻你最想吃的 我剛剛看到 就是因為我今天有下午跟 浩正跟 正陽在聊 說大家有沒有私房名單 然後 然後 我們就他就說 我就自己先講五郎 因為我自己個人超愛五郎 啊 就日本料理 對 然後等一下他 等一下我不 我不講他們 他們想要推薦 然後我就講台北有那個 烏口啊 烏口燒出 他們兩個很常去吃烏口欸 就是 每次都燒到我 欸烏口的那個 咖 他綠咖哩是不是辣到爆 對 聽說 對 聽說很辣 有善良肉園來了耶 哈哈哈哈 當天沒有善良肉園喔 當天沒有善良肉園 當天沒有善良肉園 但是今天有善良肉園喔 對 今天 呃 呃 好 哈哈哈 幹嘛去點我 哈哈哈 馬上轉移話題 大家早上可以去吃 我們這次合作的廠商 那個 新竹的 匹石維根 跟 恰恰冰淇淋 他們都在線上啊 他們的東西都很棒 然後 高雄很值得去吃完了 武郎之後 一定要去買什麼 浩真說 橘色的 喔橘色 植膚餅 對 所以我還沒吃過植膚餅 那我還沒吃過植膚餅 然後植膚餅 那種薄脆薄脆的 然後裡面的餡料 就是會爆出來的那種 所以它是那個植膚餅嗎 植膚餅是車輪餅 車輪餅 對 對 車輪餅 噢 很穩 很穩 對 它是有改良過的 跟創意的 的那種呈現 就裡面有爆漿的那種放三杯雞 就一般我們吃到的 可能是紅豆啊綠豆什麼的 它就是 創新它 就是把草莓啊 跟他們那個純素的 那個什麼 甜甜 那個叫什麼 對卡士達放在裡面 然後你吃完就會爆漿 然後巧克力吃完會爆出來 早蔬子前一陣子非常瘋狂的在吃它們的 它每次這樣去都會打爆一大盒的 那個吃不平回來 超好吃的喔 再放廣告一下 小羊豬 對啊 小羊豬超好吃的欸 就是我吃吃不膩 欸我真的很想要問一個問題 問找蔬食 為什麼你們都不會胖啊 這個有沒有濾鏡可以瘦身的 我看你一拍謝謝 我每次看到她的東西到時候 蛤蛤 東西就不會胖了 她的體質本來就不太會胖了 但我覺得這年紀還沒到啦 哈哈哈哈 好煩喔 這件事情應該比較快會在 女生爆發 然後音樂代謝的關係 對 好嗎 有啦有啦 所以吃素也是會胖的 然後觀眾就會聽說 吃不會胖 那很幸福喔 最近太幸福了 然後我就喔 好那我要截肢一下 可是我吃素瘦欸 真的喔 我吃素 第一個月吃素的時候 我就瘦了3到4公斤 哇 那時候是在疫情最嚴重的那個月 就是4、5月的時候 因為每天就是會在家煮 然後我才發現 原來以前有這麼多的營養我沒有吃到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青菜紅蘿蔔 菇類然後玉米筍 豆腐也只是蛋白質 而且他們全部都是原型食物 然後我就發現 欸這樣好像攝取了更多 來自大地的食物 沒錯 很能量的 可是如果你吃了很多 我們推薦的店家之後 就不一定會瘦了 哈哈哈哈 這好像是真的欸 那 我是變胖 因為那時候剛開始吃素 我就去拍戲 可是拍戲 可能那個劇組 那個劇組應該是比較不會買便當 所以我每天打開 可能就是高麗菜可以那個 菜再加上白飯 我每天都吃這樣 然後內在這邊 我覺得可能是 營養上面不太均衡 均衡 對 就反而 你有白飯 你有糖 就趕快儲存下來 所以每個人的身體不太一樣 如果 就是真的要注意 那個營養的均衡 均衡 其實啊 就是講到營養均衡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會常被問到一些 就是素食者都會被問到一些 可能迷思或是問題 像我常常就會被問到說 你們吃素 營養會均衡嗎 然後我就會很想回答說 那你們 好像你們沒有吃素的營養就比我均衡 就常看他們吃炸雞啊 披薩啊 就是比較高油的那種高脂肪的 所以我想要請大家就是 有一個迷思可能要化解 就是其實吃素真的可以很一樣 因為我們可以去吃到更多的原型食物啦 像青菜啊 蛋白石等等的 對 我們這邊小編很幸運的幫大家就說 私房清單我們等一下會幫網友整理好會公布喔 所以剛剛沒有聽到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幫大家公布 好 回到現場 我想請大家就是可能分享一下 你們最常被問到的迷思是什麼 是素的迷思嗎 就是沒有蛋白質這一類的 喔 真的很常被問到欸 對 最常被問到 其實蛋白質很好攝取啊 豆腐 毛豆 花椰菜 嗯 豌豆 對啊 豌豆 還有那個 陰嘴豆 對 不累嘛 天貝 嗯 但是 你說你說 偷偷觀察一下 我們這禮拜會上一支影片 就是在講素食者 摄取蛋白質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有請到一個營養師 來幫我們破解很多迷思 然後我就看 嗯 那禮拜幾 那禮拜幾 那禮拜五 我們的影片 對 禮拜五幾點 禮拜五晚上九點 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 對 禮拜五晚上九點在早期的YouTube頻道 記得大家去收看 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欸我的也順便 我覺得可以先簡單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概念 就是大家可能會對於吃素 可能會缺乏蛋白質這樣的迷思 是因為肉類它其實是完全蛋白質 完全蛋白質就是你吃肉的話 你可以補足所有的必需的氨基酸 但是素食的東西它可能 譬如說像豆類 它可能就會缺那一兩種氨基酸 然後骨類可能也會缺那一兩種氨基酸 但是你只要都吃 它就可以完全補足 就可以是一個完全蛋白了 所以其實 跟剛剛一直強調的概念 就是要攝取均衡 營養均衡 就是都要攝取 豆類啊 然後多吃一點堅果啊 跟骨類就可以完全的 就是 攝取到完全蛋白質這樣 對 我覺得在小楊的身體 多很多 什麼 我說吃素之後 攝取的食物種類 而且是原型食物的種類 對 都很 是真的 而且我們上禮拜才去健康檢查 然後 它的數字都非常非常漂亮 其實只有唯一 就是產生紅字 是膽固醇 但它膽固醇是偏低 因為很多人的膽固醇都會 變高 就是吃肉的話 但是 偏低 對 然後醫生說 欸這很少見欸 就是他又問到他的飲食 他說喔因為我吃醇素 他說喔難怪難怪 但偏低就 偏高 然後 加上他有運動吧 我覺得運動很重要 就是吃搭配運動 對 對 有人問說那鐵要怎麼攝取 如果吃素的話 菠菜啊 菠菜啊 菠菜就擁有很高很高的那個鐵質 嗯 像我現在的青菜裡面 我覺得會盡量以菠菜為主 因為懷孕也需要大量的鐵質 嗯 純素蛋 因為有一個專業的就是營養師 他有去考那個水執照的那個 他說純素蛋膽固醇偏低是正常的 對 嗯 嗯 深色素材一定要補充 對 所以膽固醇偏低的時候 那個 健康診所就跟我講說其實可以多攝取好的油脂 好的油脂 對 好的油脂 好的像堅果類 堅果就可以多吃 天然油脂 對對對 因為我又吃不胖的話 我就多吃一點也不用擔心 嗯 你剛剛說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欸 我覺得 由小楊來跟大家講 就是 就是營養均衡這件事情很有公信力 因為他的身材很健壯很精實 而且你以前是不是也是常常都是要訓練的人 所以訓練更需要一些蛋白質跟營養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是如何就是肩訓練可以練得很壯 然後也可以不流失營養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其實我必須要老實講欸 我在一開始 因為一直以來我的訓練都沒有間斷 但是我在一開始轉次數的時候 我的身體狀況其實蠻不好的 喔 對因為我沒有任何營養的知識 我只知道 就像剛剛大沛在拍戲的時候一樣 就是我只知道吃飯然後吃青菜 我完全不知道要攝取蛋白質 甚至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原來豆腐有蛋白質 完全不知道 在大學剛開始吃素的時候 然後是身體越來越糟 然後逼迫自己要去學習 到底要怎麼樣才會有蛋白質 因為自己沒有肉 然後這時候才學到說原來植物裡面有很多蛋白 像剛剛講的豆類 然後一些蔬菜裡面也都有 所以那個時候才開始攝取大量蛋白質之後 加上我原本的運動量 就是訓練的量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身體狀態才越來越好 然後這個時候我也發現 因為我在攝取的都是好的油脂 然後原型的食材 所以我就沒有其他額外的膽固醇 然後也沒有多的脂肪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身體的那個線條 就越來越明顯 因為我的體脂就越來越低 想看 哈哈哈哈 他們一看他們就很常看到小楊沒有穿上衣 然後想說喔啊 哈哈 想看 趕快為粉絲謀福利一下 哈哈哈哈 準備喔 大家是不是去頻道可以看 喔脫了脫了 哈哈 紅標啦 想看了趕快下面加一加一 加一 加一百個馬上就現脫 趕快現報名AIRRON 搞不好他在現場太熱就會脫掉 我會逼他脫掉 那不行吧 哈哈哈哈 好因為大家都分享就是其實有一些迷思 而且其實 呃剛剛有特別講到其實素食就是健康之外就是環保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種愛地球的方式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有很多愛地球的方式 比方說每天帶環保杯要重複使用 然後可能減少一次性的塑膠垃圾 或者是呃吃素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種方式是環保 我們回到就是我們這是呃 AIRRON風格落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RON4BREAD 那你們覺得除了吃素之外 你們有沒有推薦大家也是有其他可以愛地球跟環保的 的行動 除了吃素之外呢 吃素應該是說是最快速讓這個地球恢復 不要再暖化下去最快的一個關鍵之一 那當然就是我們可以就是像大沛學習說 那之前他一直在提倡就是我們要自備環保餐具 這件事情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應該養成這個習慣 然後帶著環保餐具到素食餐廳支持他們 然後帶一份好吃的全食物飲食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是一個雙倍跟就是一加一的 的一個大於二的那個力量了 所以我唯一就是推薦的這個部分 然後當然就是大家趕快來報名AIRRON 在當天為世界就是做一些付出 對讓大家知道說我帶著這份信念 在跑步的同時告訴大家 提倡我們要多以植物性飲食為主軸 對然後自備環保餐具 然後多運動可以讓身體更健康 加上三大的一個主軸跟元素做到 我想世界就會更好了 嗯那搭配什麼 我有一個方法就是 因為我其實比較少外食 我幾乎都是自己煮 可以自己煮就會 就會從家裡帶麵當或是回家吃 我會選擇台灣的農產品 比較少飛出來台灣的農產品 然後如果要買蔬菜水果的話 去菜市場買 就是比較你可以不要說交代啊 你就可以買裸的 就是菜市場就是一個最大的裸賣商店 嗯 可以去the mile的環保包 帶過去買菜 對 很容易很可及的方式啊 嗯 那你拿手菜是什麼 我可以說 因為我最近才 前陣子才比較有空 我一直有follow一個台灣的 一個小男生的主廚 他叫George 他人現在應該在美國吧 反正一個滿帥的一個小男生 然後好像才19歲 他在做一個素食蛋蛋麵 超好吃 超厲害 我連坐五天 我沒在開玩笑 我連坐五天 可是因為我還是吃五星 所以他前面的那個 上面撒的一個素的肉燥 他弄得非常非常香 然後是用味噌 味噌也是很好的蛋白質 用味噌來體會跟讓湯頭更有 更有濃郁的感覺 然後還有用燕麥來做成白湯 就是反正整個非常濃郁很好喝 我就是真的是連坐五天 有誰來我家 或者是有回家 我就做給家人吃 對我就是 好好 移上那一個 我連吃五天都很誇張 想吃 好 想吃 想做你 想吃你做的 好 請來 想吃大配的蛋蛋麵 對 好 你剛剛突然想要來你吃 想快一點 快一點 想吃蛋蛋麵 我也超喜歡他 他很厲害 超厲害 那個廚師 對啊他有廚師了 所以我也蠻期待的 嗯 對 那 浩跟楊呢 如果說要愛地球環保 你們會推薦吃素之外 還可以第一步怎麼做 我自己覺得就是大家不要把環保 這件事情想得太嚴肅 或者是你想要 那叫什麼 就是馬上就這樣轉換 你可以就是把它想輕鬆一點 譬如說你可能沒辦法突然就是 一氣之間轉成吃全素 但你可以從就是可能週一吃素啊 或者是一天你選擇一餐開始吃素 這樣子開始 然後去慢慢去體驗 這樣子 給你自己的身體帶來怎樣的變化 還有心理 對就是小肉 不強求大家馬上就是完全變全素 但是小肉多素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像環保這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做到 我馬上就是一氣之間把全部的東西都變成 就是可以重複使用可以循環使用的東西 但我覺得你可以從就是觀察自己 譬如說 譬如說我很愛喝飲料 之前我很愛喝飲料 那我可能每天都會製造一個塑膠杯 加上一個塑膠吸管 那你查到這一點 你意識到這一點 你就可以從這個開始著手 譬如說你就去買一個大小 或是買一個不鏽鋼吸管 然後融入自己的生活 然後融入自己的生活 對我覺得這樣漸進式的去調整 去變化 然後很優秀的水服 對對對 來就有囉 要盡量用 對 靠明路跑 靠明路跑 我覺得其實大家講的都還蠻 就是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其實就是觀察自己生活 需要什麼 然後去從小地方開始慢慢去改變 因為其實像我那時候跟你們聊完之後 我就是真的從早餐不吃素 然後到一三五吃 每天吃素 這件事情 然後慢慢的才會 然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可以去多看一集 比方說像爐素的力量 海洋的陰謀 去木業的陰謀 然後我也很推一個 在Netflix上面 叫大地之吻 其實大家去多關注 其實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 以及還有很多人正在做一些事情 想要改變這個社會 改變這個地球 其實你就會覺得一個人的力量 其實你會覺得很孤單 但是跟你一群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的興奮 因為你會覺得 哇很多人其實跟我們的信念 其實都一樣 大家 一起可以來嘗試吃素看看 那我要回到我們的主題了 又要再繼續置入 因為我們還是會講到路跑嘛 那我很好奇 你們有路跑的習慣嗎 還是有運動的習慣嗎 搭配有嗎 因為你一定是潛水嗎 還是你有其他 沒有 那是我的刻板印象 每次沒時間下水 還有點搖泳 很想念 可是最近是沒有潛水 但我是很喜歡游泳 如果是可以去 像之前疫情還沒有 就是三級以前啊 我就是 我個人是蠻小隻的啦 我就會去運動中心 其實門票就50塊 去游泳 然後健身房其實也很便宜 不用 不一定要去那種 會費幾百塊的那種房 對 其實有動起來就好 然後前陣子我搬到了 距離合體很近的地方 所以我也會去 合體那邊 跑步啊 散步走走的 其實 對我 對我這種生活 比較緊湊的生活來說 去走走去動一動 都是一個很好的習慣 一個紓壓的方式 嗯 對啊 然後我非常推 那個 Youtube上面直接去找那種 15分鐘塔巴塔 或者是 45分鐘皮拉 那種都超有用超累 根本不用去特別 如果你沒有空啦 根本不用去上教練課 Youtube就是一個很好的教練 嗯 其實Youtube上很多的資訊啦 對 那Chelsea你現在懷孕也會運動嗎 那Chelsea你現在懷孕也會運動嗎 我能躺就躺 哈哈哈哈 躺對我來講是一種運動 路跑 你一直跟他講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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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醫 就是醫生有對 對深蹲 就是我 我比較做 常做就是拉筋 我覺得就是 如果一個人 一個人的筋不軟的話 身體還滿容易生病的 嗯 所以我覺得拉筋非常的重要 那現在拉筋對我來講比較簡單 或是說 走樓梯 之類的 就是用一種比較和緩 可能有些人他 不適合 就是心肺上面的問題沒有辦法 就是跑得很激烈 所以我們都跟我們的朋友說 你們一定要報名路跑 因為你可以 你可以透過慢慢行走的方式 走到終點 也是一種完成 對 那再加上我覺得就是可以先訓練你的心肺 我覺得心肺太重要了 像我就是筋很硬的人 所以我就希望說可以把筋弄軟一點 把它就是每天拉一點拉一點拉一點 然後再跑步過 我希望走路啊 有些小跑步的狀態 其實對身體來講 都是一個還滿好的舒緩 所以我很推薦 瑜伽跟拉筋這件事情 就我們平常在家都容易做得到 可能不用上健身房 在家就是可能 現在可能在跟你們直播我腳 其實在拉筋 哦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我把腳抬起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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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誰進來 都會做什麼運動 跑步嗎 他比較常做瑜伽啊 昨天才上 沒有瑜伽 大爆汗 爆汗 嗯 我知道正陽都做什麼運動最多 最常在他們的頻道 或是就是IG上 看到就是他把號正背起來這件事情 哈哈哈哈 這麼快 放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他爆是這樣把我捧起來哦 就躺 好熱好熱 超厲害 我也很累 我上面要就是核心要撐住欸 哈哈哈哈 那個核心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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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沒有啦 還沒講完 其實我之前有參加過 就是我還在上一間公司的時候 然後我有參加過台北馬 就馬拉松 就我之前有在跑馬拉松 然後跑21K 半馬 半馬欸 那你有訓練嗎 然後我就是長途的跑步 然後那個時候就想說啊 反正我吃素嘛 那應該 應該很OK吧 而且我又有定時在運動 然後那個時候 跑到兩個小時出頭 然後就有人跟我說還蠻厲害的 沒有訓練可以跑到兩個小時零幾分 嗯 對啊我就覺得還蠻開心的 然後這一次10K就還蠻期待的 那你練很快 嗯 一個男人喜歡被說快嗎 我不跑步很快啦 什麼方面啊 那什麼方面 跑步很快很棒啊 讚讚 對對對 那你們運動的時候會聽什麼歌嗎 運動喔 我不太會聽欸 你聽大沛的歌啊 聽大沛的歌 大沛會自己唱 也太累了吧 我是會聽一些 真的是比較有beats的歌啦 會小步的幫助 對啊 嗯 比較有節奏感其實對運動還是會有幫助 尤其在跑步需要一個穩定的節奏的時候 對 嗯 我們之後也會有一些 就是看如果有一些文章 我們之前有寫過有一些不錯運動歌單 大家也可以去和我的官網去搜尋文章 好的 那我覺得呢還是要請無肉市集再廣告一下 我們那一天會有哪些好吃的東西呢 可以工商是嗎 工商品牌 可以工商 工商起來 好 那我 呃 在他的店裡面是沒有的食物 因為我們這除了提倡健康 因為很多人會說健康就是要吃的 很 不是只有吃很健康 它是可以很好吃 然後肩負到就是這個食物對我們人體是好的 那再來就是 呃 會有 還有什麼東西啊 趕快趕快留言給我 會告訴我有什麼食物 然後還有就是冰淇淋嘛 大家剛剛有提到就是冰淇淋大家可以盡量來挖 但是他有提供一個數量 所以大家 對 然後樹草 樹草他這次會提供他之前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大家知道對他的印象就是他會做很多生煎包嘛 還有很多的 就是手工 對 可是他這次會特製用掛包的形式 然後裡面幫他特製的那種就是 對不能 先不能透露不然就大家等一下就 我要吃去拿 太早知道 對 然後還有綠木蔬食餐車 然後他這次也會做 這我這樣好像講我怕大家就已經知道會做什麼了 因為這是秘密 不能講太多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我們這次要求他們重新設計 這次L專屬的早餐 耶 因為早餐也不能吃太油膩嘛 對 你不要再跟我要求我要吃肉圓我會崩潰 千萬不要 然後人早餐吃肉圓沒有這件事情 我想 然後還有 別 然後還有半半半半時事 欸剛剛阿芳好細心喔 他剛剛貼給我 半半時事小麥過敏 小麥過敏大家知道就是他就是做很多就是好吃的甜點 那這次他也會置入一些他的特別的東西 然後善良就是會有我們的夥伴他剛才在線上 他會提供奶茶讓大家來盛裝 所以大家一定要帶著L的送給你們的那個環保杯 對Roy 記得要帶這個來裝 我們只認這個 沒有啦沒那麼嚴格 沒有那麼嚴格 欸因為報名最近會有啦 所以你在現場報名最近會有 是是是 我上次去問我說 如果沒有報名 可以去現場吃東西嗎 不行不行 對 就是專屬給報名的夥伴們才吃得到 那我沒有報名可以吃嗎 若宜嗎 當製工就可以喔 哈哈哈哈 沒問題我會當製工 你有需要的跟我說 好 然後還有就是三立維跟小鎮 他們會提供很多的植物奶 就是用豌豆 其實也就很健康 蛋白質非常高的 就是它裡面不會有一些複雜的添加物 所以大家可以到現場喝到 真的是比較健康的奶茶 不是就是外面隨便調一調 就是添加很多奇奇怪到何人可能不知道的一些 ante荷奶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樂傘這邊也會提供 就是營養棒 對它會把營養棒的東西放進去 讓這個早餐可以再更健康一點 不是只有吃 吃的很可憐或是 吃的很油炸 或者就是滿滿的油膩的東西 然後義和堂 我們請義和堂幫我們做了很多 也是特別的早餐 synchronous Last time 你們請到義和堂 對啊 對阿 當然一定要喔 欸很多人在問就是要什麼報名無肉戰隊 我們請無肉戰隊的隊長Chelsea來為大家解答 我們現在不敢這麼早發 就是因為我們的名額太有限了 因為只有60位 對 那因為這也很感謝El給我們一個專屬的無肉報名專群 就是我們就是任性的要求 希望可以給無肉的跑者一點點小小的遊會 對 然後如果在就是今天我們等一下要直播完 如果只有聽到的人才知道喔 就是直播完之後我們等一下會馬上發文 就是讓大家知道怎樣去按照這個步驟去報完名 大家先到El的官網報完之後 然後再到我們提供的另外一個網址去填下你的名字 然後你就會享用無肉傳報的專屬的無肉休息區 對 就是你可以在無肉的棚有提供帳篷讓大家可以休息 那第二個步驟 你是要跳槽嗎 我覺得你好像要跳槽 我還是El啦還是El 我覺得你剛 我們當天有設計一款就是無肉T 對 因為大家也很喜歡我們的那個無肉的那種風格 所以我們也有特別製作一個T恤 對 但是記得到還是當天跑步一定要穿El的T恤 對 還是會有這件的 對 因為我們也還是會認這個來辨識說 就是你是這次參加那個路跑的跑者 然後每一個報名的人才會獲得我們送的徽章 但我想這都不太吸引人吧 我想這都不太吸引人吧 我想這都不太吸引人吧 我覺得最吸引人是 這最吸引人是這60位跑者保證都會遲到早餐 天哪 天哪 我覺得喔 我覺得那個有點重點 可能要強調一下 大家不要還沒跑完先跑去吃東西 不行 都是幫你跑的 一定要先跑 大家這個鼓勵 還是要有 趕快去跑完才來搶吃的 所以要跑 也有人今天問我們說 那我們可以先去領餐嗎 就不跑了 他們來吃了就對了 他就是為了來吃 很可愛 他們吃了還有很多市集啦 我們這次來Elrond風格路跑 就是要先跑起來 然後我們再一起吃起來 大家 而且名額真的很少 對 非常少 所以你們真的趕快 對 等下發完貼文之後 大家趕快去報名 對 而且 而且有獨家無肉的好力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最 最難人可貴的 沒錯 嗯 這次也是我們提示 對你們的合作 這也是為了肉依特別在做的 肉依真的很支持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一定要為 這場活動設計一些 比較不同的東西 然後讓每個人才這次活動 報名完之後可以 得到一些專屬的禮品 那這些禮品就是日後我們不會再製作 專屬為這次的活動設計送給大家 嗯 對 因為並不是為了這個商業 來做一個宣傳 只是為了讓大家在這次入跑裡面 去得到一個很棒的一個小小 我們對大家的一個回饋 對 那其實剛無肉講了很多的禮物 我再來重複一下我們的禮物 有水杯 它非常的有質感 可以近一點給大家看 很有質感喔 而且還有一個可以掛在你的包包上面 只要你報名就有這個水杯 那再來的話 就是這個是10K的專屬報名禮 會有一寶袋 這是10K的 那再來的話 玩賽禮就會有這個獎章 現場可以開啤酒 很厲害喔 這是可以 而且這個也是利用一些回收的 廢金屬做成的 它就可以打開品氣 那再來的話 最重要的跑步一定要有 不好意思 有點太 跑步一定要有 毛巾 我們這次的毛巾也是有我們的slogan go green don't do nothing do something 真的大家就是其實 不要覺得說好像跑步 或者是環保 或者是吃素 我覺得每件事情都一樣 其實起頭大家都會覺得很難 但一旦你去做了之後呢 你做something之後 其實很多事情你會覺得 真的沒有那麼難 所以我們也是邀請大家一起報名 欸我封個路跑 然後也可以跟著我們 或許你可以一天找一天 可能早餐吃素 其實早餐吃素是最簡單 因為你可能就吃九層塔蛋餅 或者是花生吐司 或者是一些沒有肉的東西 講廢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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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頭 就是最簡單 然後你可以喝豆漿 其實一天你會 你一路下來之後 你就會覺得其實你的精神會好很多 因為像我是吃素館之後 我覺得除了變瘦之外 變瘦當然不是附加價值啦 是因為我自己可能本身營養不良 哈哈哈哈 我太瘦了這樣 身體變得很輕 身體變得很輕之後 你就可以更可以來跑步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附加價值 所以大家快點 嗯 跑起來 然後我們一起挑戰無肉生活看看 大家說好不好看 這禮物超棒 所以我們都會有嗎 你們嗎 要爭取福利 你說你要這個嗎 對啊 我當天會流汗 你現在現場問我 我有點害怕 什麼會 逼迫 逼迫肉 這個我用過了 我早上點牛肉 哈哈哈哈 好有你的味道可以 你不要挑啦 你不要挑啦 挑啦 這樣好可怕喔 哈哈哈哈 好 那最後呢也是想要 因為我們已經到尾聲了 我們講了很多路跑的事情 講了吃素的事情 那也是要請各位來賓 可能先請浩跟楊跟我們 最後的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為什麼要吃素 為什麼對環境的友善是有關 為什麼跟我這次L的主題 Scream 會有很大的關係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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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了 有有了 OKOK 主要也是 主要也是會希望 嗯 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運動這件事情 然後 透過運動然後可以了解到自己身體其實是很需要這樣子被訓練的 那我覺得是吃素跟運動其實我覺得有點像 因為吃東西嘛 那你吃的時候你吃進任何的營養素最後都會反映到你身體上 然後最後再透過運動來檢視你自己的身體到底是不是健康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情是非常的有連結性的 對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平常日常生活的飲食 或者是其他的生活習慣來讓自己越來越健康 嗯 對對對 那號呢有要說什麼嗎 可以讓你們工商一下 是不是有最新有一些企劃 最新 啊 我們 我看今天 兩百二十四個 好 就只有兩百二十四個網友知道 就是我們要開店了 然後 外的東西都會是我們的 算是選品 就是我們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像是大配的肥皂 對 是我們的首選 然後可能也會有一些環保餐具啊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素食的廠商的一些產品 就我們平常都很喜歡 然後都 可能團購好幾次 然後我們自己也都一直在吃再用的東西 對 然後地址會在台中 我們的就是小羊肖現在正在白攤的那個位置 大概是 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它是一個選物店的概念嗎 對 它就是一個小商店 嗯 然後也會結合一個包裝販售 像是 呃 有什麼物包裝 所以 欸肥皂不行 像是那個豬壓刷啊 或者是吸管那些東西 都會是無包裝的方式去販售的 喔 搭配的肥皂可以無包裝啊 就是 就是它可以裸 關係裸妝的那個肥皂就是清潔用品 嗯 清潔用品 在台灣的法規上面還是有一些限制 要期待有一些有修法的可能 嗯 就在政策上面的規定 所以肥皂還是有無塑包裝 我們是用紙 還有車縫的方式去把肥皂保護起來 哇好期待 非常的期待 恭喜你們 台中新景點 最新的打卡景點 就是你們的素食者 恭喜 那我們想最後請大佩跟大家講 就是有一些可能吃素的好處 為什麼會跟環保有關 我們可以怎麼做讓地球更好呢 OK我覺得其實吃素啊 可能初心者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然後可能會覺得很有壓力 那個壓力可能是你並不太了解 可能跟碳排有關 可能跟環境然後什麼二氧化碳等等的這些 我覺得先不用想那麼多 你就想著素食很好吃 你可以動物 然後因為有無肉市集 在我們這邊當後盾 其實不用擔心找不到東西吃 所以試試看 然後我覺得這個世界蠻美好的 非常有愛 把它想的簡單一點 不要用負面的方式逼自己吃素 因為我覺得用愛才是一個長久之道 沒錯 我覺得講很好耶 真的不要用自己不舒服的方式去吃素 因為可能你反而會讓你自己的身體健康變得更不好 然後讓更多人覺得說 你看你吃素也沒有很厲害啊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多去搜尋 我覺得最快的真的就是看小書石的頻道 我就是看他們的頻道 然後要慢慢的進行多吃素的知識 然後跟很多吃素的地方 其實大家真的 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環境 我覺得不管是做環保或是吃素 其實我覺得台灣在世界上真的算是一個走在很前面的國家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在同一個腳步上面 一起做環保一起吃素 一起來L-Round 風格入跑 大佩那你最近有什麼企劃嗎 有什麼新的消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有兩個節目 有一個節目其中是3月31號 在公視台語台要播出 我被Chelsea笑死 她說你這個台語稱 破台語 你說台語 你說台語 你說台語啊 我是去學習 我是去學習 學習 台語 就是請台灣各個地方的導覽先生 或者是地方的專家來我們棚內說故事 然後分享他們對土地的愛 以及地方的熱情 非常可愛的節目 然後是我跟浩子哥一起組織的 3月31號在公視台語台14台會播出 然後其他部分就是戲劇 今年也一直在拍 然後慢慢問說 會跟大家分享的 恭喜恭喜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搭配公視台語台的新節目 我是不是也沒有多好 好像我們線上的除了我以外 你們台語都很差 欸我已經很大了 結果你們更差 沒關係啊 都會來學習啊 來聽過關啊 你唱什麼你唱啊 那是什麼意思 哈哈哈哈 我會為 我會為了去看你講台語 去看這個節目 我先遇到他非常荒謬 但是浩子哥真的很好笑 然後我會寫得更好笑 所以 就請大家當作一個飯後娛樂 來看 不是 我們看台語是為了要學習 不是為了笑大佩 但是你們 但是你們去看他講台語 我怕你們台語更爛啊 會這樣 沒關係 大家都是 我的角色呢 是 跟大家 觀眾朋友 想要說台語 想要學習台語 但是沒有那個環境 我要公說 我要公說了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看我的那個IG 剛剛PO的動態 就可以知道今天記者會有多荒謬 哈哈哈哈哈哈 沒關係 大家都是剛剛開始 跟我們吃素一樣 大家都有一個開始 對 大家可以開始 所以大家也要來 要讓 嗯 風格路泡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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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走囉 一起來走囉 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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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怎麼知道會被台語老師罵吧 哈哈哈哈 老師就是富有耐心 以及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是 我直播也來最好笑的結尾了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 謝謝無肉的Chelsea 還有大佩 跟小舒子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 還有我的平台上面 跟大家分享 吃素的好處 然後還有為什麼我們要一起 努力愛地球做環保 以及為什麼吃素是做環保呢 那最後給大家 一定要去搜尋 L round 2022L round風格路跑 因為我剛剛那個Chelsea 一直在強調 無肉戰隊的名額真的有限 而且如果你們要吃到無肉戰隊 無肉市集提供的這些素食餐點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很限量 就1000份 所以真的大家 如果你們現在不報名 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可能就沒有機會了 我就要把它吃光 這個很好用 這個 我來介紹一下 我也有工商服務時間 來看一下 中的那個圓點 那個圓點啊 就是我的肥皂品牌Piotopia的洗髮餅 希望大家從生活中開始 不用去買寶特瓶 就是塑膠瓶妝的洗髮餅 不用這種裸妝的 到時候那個 找蔬食的商店也會有 而且後面還會有他們的特製款 太棒了 太棒了 還有到時候我餵母奶會用母奶罩 對 如果想要用Charlesey母乳做的母乳罩 也可以看到 真是 好詳細喔 所以想要這樣 肉依我一定會寄給你 蛤?什麼?母乳罩嗎? 她會不會用 用了我的母乳罩沒有要叫我媽 真的 媽媽 大家記得不要 不要喝牛奶喔 趕快吃成熟 我臉都紅了欸 擠母奶很辛苦的 很痛的 會發高燒乳腺鹽 然後它會塞奶 就是母奶真的很辛苦 所以大家不要再喝牛奶了 喝植物奶 植物奶 植物奶讚 天麥奶 豆漿 讚讚 對 大家就是聽了我們一小時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可以 可以多去搜尋烏肉侍吉的故事啊 以及大佩吃素的故事 以及支持她的作品 最重要的是 少數時他們的店要在台中開幕了 我一定的 大家真的一定要去 裡面還有大佩的一些商品 那我們也期待五月 六月十八號 不好意思 我們只報名到五月十號 六月十八號呢 我們希望跟大家可以在L round Poker路跑相見 在大佳河河河河河北公園 所以如果大家還沒報名的 快點去搜尋 有這麼多禮物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 很謝謝大家 一起來參與喔 我們 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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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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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